上皮之下的CT 就可以看到 核比較橢圓 然後深染的 那個就是Fibrobras的核 看起來有點像 像這個 或者是 這邊這個 就是核比較橢圓 比較深染 就是在CT裡面 在這個 Mesocellular 之下的CT裡面的 Fibrobras 那隱染的就把細胞界線 分明 OK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Omentum的 斬片 接下來我們 看 看第51片 主要看單層 柱狀上皮 這一片是有三個spacement 包括了 好 這個是最低背 先看一下 好 這個是十二指腸 然後這個是空腸 這個是 這個回腸 回腸 OK 好 我們先看這片 它都有什麼 絨毛對不對 好 在絨毛上有一層 單層柱狀上皮 好 我們說上皮之下 這邊是CT 一直延續下來 當然這邊還是上皮 上皮之外之下 就是CT 好 一直到這個地方 從這邊到這邊 就是 Nucosa 然後這邊到這邊 是Sup-Nucosa 然後在外基層 再往外就是 看它有沒有融入 在腹腔中 就是Celosa OK 如果沒有融入 在腹腔中 就是Adventicia 好 那這邊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這個 單層柱狀上皮 就是絨毛上 Code 一層 好 我們要看Tipco的地方 不要看切得亂七八糟的地方 這邊就不要管它 我們看比較Tipco的地方 好 這邊我們把它放高背 至少 盒還蠻整齊 對不對 所以它是單層柱狀 那核也是跟它的這個高度 這個長型的方向 成平型的 成橢圓的 這個形狀 跟它排列在一塊 好 再來我們說 在這個長細胞之間 有這個Goblit Cell 有沒有 像酒杯狀的細胞 對不對 好 這個 在H1-Stand的時候 這個 它裡面的 蓮羽疏遠顆粒被溶解 好 所以看成空泡狀 可是它的細胞核 是看起來是 倒三角形的樣子 而且是什麼 而且染色蠻深 蠻深的 OK 等一下看看 再放高背看一下 好 所以這邊都是單層的柱狀上皮 OK這樣圍繞一圈 然後我們說上皮之下 上皮之下 上皮之下 之下 那這邊就是 固有層 然後它是屬於 露死CT 好 看看 等一下看看這個CT裡面的細胞化 有哪些 好 我們再看 再過來看一下上皮 好 這邊上皮有沒有看到 好 這是Gablet Cell Gablet Cell 它的細胞核在這邊 有個倒三角形的樣子 染色蠻深的 然後這個是長細胞化 OK 好 在它的細胞底端會有這個 所謂的微柔毛凸起 然後形成所謂的 什麼 Striated Boulder 然後在它的肌部 有沒有看到一條線狀的構造 好 那個就是Terminal Web所在的位置 好 有清楚嗎 好 這邊不清楚 我們看這邊 這邊很清楚 好 還是很模糊的樣子 等一下 這邊有一條線狀 有沒有 好 老師在顯微鏡它看得很清楚 好 這邊一個線狀有沒有 一個線狀 好 這就是Terminal Web所在的位置 那在它之上 之上這些 這些就是Striated Boulder 好 那這邊也稍微明顯 有沒有 這是Terminal Web 這邊就是Striated Boulder 然後這邊就是上皮的頂端 在這個地方 其實在顯微鏡下很清楚 而且很清晰 很清楚 有人到這邊來看 顯微鏡下是很清楚的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這個是Terminal Web 一個線狀的勾罩 有沒有 然後 之上就是什麼 Striated Boulder 好 所以看自己行為已經會很清楚 好 接下來我們就看這個CT CT裡面 那這一片是 是被染色 這個好像被感染 所以CT裡面的 淋巴球很多 那我們剛才也說這個 它會侵入到上皮之間 有沒有 好像這些都是淋巴球 淋巴球 進入到上皮之間 好 那在CT裡面當然也就更多了 好 只要核原核生染的 應該都是這個淋巴球 那如果它被激裹 就會變成Tatma Cell 那這邊很多 哇 來 看一下 好 那這邊 這邊它看起來 我剛剛老師形容的是說 它細胞質應該染成藍染 可是它這片可能染的比較偏紅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的 有沒有 讓核偏一邊 核偏一邊 核成車輪狀 然後 細胞質來染 然後甚至可以看到 有一塊 鏡核區域 比較 沒有染上色的 那個就是Gorge or Proletus 所在的位置 有沒有顯微鏡是不是很清楚 嗯 對 對 所以你們要自己看顯微鏡 好 這些都是Tatma Cell 如果老師 只針止細胞名稱為何 有沒有看到 那細胞偏一邊 細胞質至少染上色 比較 顏色很多 顏色很清楚 好 這邊核偏一邊 大部分都是 好 所以這邊就是已經被激活 形成的這個 Tatma Cell 有沒有 一對一對 一對 好看 有沒有 都是核偏一邊 好 OK 好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這一片 好 然後再來 還沒完 好 這是我們剛剛看的Diodeno Diodeno Diodeno 它的最外面這一層 最外面這一層 像切到的這一邊 沒有融入在腹腔中 所以這邊沒有看到 Cerosa 沒有看到Mesocelio 好 可是 可是 我們這個 空腸 空腸 它的這邊就是腹腔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 這邊是長腔的地方 這邊是絨毛 對不對 OK 我們就看這邊 看Mesocelio Mesocelio 那它其他這邊都是單層柱狀 都一樣的 跟剛才我們看過的那個 十二指腸長像是一樣 都一樣 好我們主要看這個 就是這邊是裸露在腹腔中的 那個小腸的那一段 這個是空腸 好這邊可以看到 它外面很史目史對不對 那表示有一層上皮 好有沒有看到這一層上皮 核是扁平的有沒有 一層很平整對不對 很光滑的 好那這如果老師問你 增殖細胞名稱為核 就寫什麼 肩皮細胞 對 我問你 此層構造名稱為何 對 尖皮 此層為何種類型之上皮 單扁 單扁平上皮 就這樣寫就好了 好 然後我們說這個 上皮之下 對不對 上皮之下 就是之內 對不對 就這邊看 這邊就是固有層 好 就是有細胞 有那些纖維 那這邊我們不去分辨 我們等一下看 Skin 再來分辨這些纖維 好 那 這一片 那還有一個spacement 這邊是回腸 那大同小異 好不好 好 然後也是 看它有沒有盧露 在浮江中 就是看它最外面這層 有沒有一層 單層扁平的 尖皮就好了 好 好 這是我們看到的 第五十一片 那接下來我們看 這個是第五片 好 第三片 好 我們都在看單層 現在我們還是單層 看這個單層的 實際上是單層 可是看起來像副層的 這個叫什麼 微副層柱狀上皮 好 這是最低倍 我們先review一下 好 這邊就是氣管槍 氣管槍面 然後這邊就是C型軟骨 是C型軟骨 一個過來 好 然後 這後面就是死道 對不對 好 清楚 好 這死道很清楚 不是 這個很明顯 Basole這層 對不對 好 好 我們還是先回過頭來看這個 好 那它是屬於微副層柱狀 鮮毛上皮 好 看起來很多層 OK 看得出來 它為什麼是微副層 因為你叫不出它是 負助負利負給 對不對 OK 好 再來就是它有個很明顯特徵 就是有這個Cylia 有Cylia 好 最高倍 最高倍 好有沒有看到這個Cylia 根根分明對不對 對不對 相對起來比較Striable的要長 好 在它肌部也是有這個有什麼 Basal Body所形成的 然後在LM下看起來一條線的這個構造 對不對 好 那這些都是它的上皮 都是上皮細胞 那可是位在最下面的核比較圓的 比較稍微深染的 那個就是Basal Cell Basal Cell OK 大家知道就好了 認識一下就好了 好 那其實它還有一個Gasal Cell 不過這邊看起來Gasal Cell 比較少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 這樣子 有兩個的樣子 OK 好 嗯 這個 是 應該是它的核號 可是不太像 不typical 應該看起來比較有一點 三角形的會比較像 像這個有點三角形對不對 細細長長的三角形 那這邊就是有一個Gasal Cell 所在這個地方 隱約啦 隱約看起來 好 不過反正就是Cilia很清楚 根根分明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是Basal Body所在位置 好 還有就是要看什麼 要看它的Basement Memory 好 我們說Tracia因為很厚 所以明顯 可是這一片不太 好 不太明顯 OK 好我們看63片 我們看 62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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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維護陳述狀狀 我們現在還是看 嗯 等一下 64片 好 Tracia 以後你們上呼吸段的時候 還會再看這一片 好 老師都習慣從最低背看 好 好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氣管腔面 氣管腔面 OK 好所以從 從這邊也是叫Nucosa 然後Supinucosa 然後這邊有一個軟骨層 然後外面再是一些 腕磨層 好不管 我們還是看他的上皮 我們還是看他的上皮